鍾國斌議員 多謝議席 自由黨是很希望今次可以落實得到這個政改 一人一票可以選特首 實際上我想問問司長在他的發言稿第十五段 下一步的工作 他說特首現在提交這個報告給全國人大常委 希望全國人大常委可以在八月產生辦法作出這個決定 接著特區政府就是2017年的年底 就會就這個普選行定長官 2015年的年底就是行定長官的具體方案 再展開一個公眾諮詢 但我想問問就是說如果人大常委已經作出一個選舉產生的辦法 他作出的決定 接著特區政府有一個具體方案 那作為公眾諮詢實際上有多少空間呢 以及這個諮詢的時間可以有多久呢 政務司司長 多謝鍾議員的提問 這裡我們是說當八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著是否需要修改政改的第二部曲作出決定 我們就會在2014年 今年的年底左右 就會進行第二階段的諮詢 到時就是具體的方案 其實因為今次首階段的諮詢 主要都是配合第一步 要不要修改那個組 所以在這麼多收到的具體方案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探討 換句話說 譬如以剛才我們談的議題 怎樣才可以令到提名委員會有廣泛代表性 那裡其實真的百花齊放 我們收到很多的意見 所以下一個階段 當它具體化的時候 我們都會循著相關的議題 來再諮詢公眾 諮詢的時間 恐怕未必會有首階段諮詢這麼長 首階段諮詢如果鍾議員記得是五個月的 由去年的12月4日到今年的5月3日 原因是當我們要進入修改有關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 有大量的後續工作要做 包括要修改本地的法例 要重新登記選民 去選出提名委員會 然後再到行政長官候選人 行政長官選舉 所有工作都要在2017年初 就要全部完成 所以這個時間表是相當緊湊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相信第二階段的諮詢 可能未必有五個月那麼長 鍾國斌議員 主席 我想計算一下 如果行政長官在2017年的3月 他選舉產生的 如果計算一下的話 實際上立法時間通過的時間是何時呢 是否在2015年的會期之內就要完成 還是要拖到2016呢 因為如果施司長 你沒有一個時間表 就說下一個諮詢期多久 那實際上 那個立法的時間又是何時呢 政務司司長 我請談局長詳細講講 談局長 其實就說 鍾議員在我們的工作界階 一直到2017年成功選出 以普選的方式選出行政長官中間 我們就首先要處理 基本法附件一的收割工廠 包括泥管會有三分之二通過 以及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來批准 這個要一些的時間 而這個時間呢 有一樣是不可把握到的時間因素 就是我們要凝聚到共識 有一個方案可以通過到 這個政治協商的過程呢 是可長可短的 也都取決於各位的取態 和取決於我們的方案的內容當然 第二步呢 如果通過了之後 我們仍然是要有本地立法的工作 是改那條大例 因為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成條 因應普選 我們要重新再寫一個 寫了之後呢 選舉管理委員會 仍然有很多的附例 仍然有很多選舉的指引 要做 然後呢 我們就要做選民登記 選民登記了之後 然後才可以做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的選舉 然後才做行政長官選舉 所以 在這裏呢 第二個不確定的時間因素呢 就是我們本地條例 那個所謂大例的修訂 在諮詢的過程 和本會的時間的長短呢 也都是 現在在我們的當局來看呢 不是一個完全可以把握到的一個時間 我們要先來看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